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 在美国昨天8月28日又有一名中共军方的研究人员被捕 他是想在逃离美国 离开芝加哥国际机场的时候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他叫胡海舟 他是在美国弗吉利亚做一个研究人员 联邦调查局在他身上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中查到9600多个原代码的文件 其中包括55个核心代码文件 都是胡海舟在维基利亚大学从一个教授那里盗取的 那名教授不准他接触他的原代码和实验室 他多次提出要求要去访问这些核心代码 但是被教授所拒绝 教授的助理也都拒绝他 但是他最后却把这些代码盗窃到手 企图离开美国而遭到逮捕 这些核心的原代码是维基利亚这位大学在过去17年所研究的成果 有关水下机器人和飞机发动机 这是维基利亚大学的研究科研的优势 也是这位教授的专长 但是没想到 胡海舟盗取了这一切 而且他跟这个教授没有打招呼 就不辞而别 有可能是这位教授报了案 所以胡海舟被及时逮捕 胡海舟被逮捕之后 他如实的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吸取了中方其一带军方人员的教训 就是如果说不做如实陈述的话 罪上加罪 除了盗窃军事机密 间谍罪之外 还有就是欺诈陈述 撒谎 谎言等等 就像另一个中共间谍唐娟所做的那样 成了双重罪罪名 所以这一个叫胡海舟的人就河畔投出 河畔投出 他的确盗取了这些文件 而且是提供给中共军方用 而且他承认说 他以前在中国的哈尔滨大学 那里就有一个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室研究项目 而且是中共军方的投资 胡海舟的被捕和及时交代河畔投出 对中共的盗窃是一个严重的受挫 另外对中共发展水下机器人或者相关的空气动力这方面的飞机研究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其实近期美国逮捕中共间谍越来越密集 就在几天前 8月23日 美国还代表了另一名间谍 就是一个所谓美籍华人叫陈振东 他在德州农工大学有研究项目 另外在美国太空署有合作项目 这些合作项目还得到联邦政府拨款75万美元 结果他把相关的一些成果提供给中共 或者说他隐瞒了在中国那边的平行的研究和合作 他跟像中共那边有国营企业 还有大学 像广东工业大学都有合作 他把这些成果远远不断的交给中共方面 他在8月23日被捕之后 8月24日迅速的被起诉 其中面临有电汇欺诈 有共谋 还有虚假陈述等等 他可以接触到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就是NASA的一些重要资源 这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而这些资源落入中共之手 也可以武装中共来对付美国 另外关于另一名中共间谍唐娟 他的案件有戏剧性的发展 因为唐娟在旧金山的法院不被取保候选 因为他有逃亡之余 以前躲进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 后来因为美国关闭了休斯顿总领事馆 要敲山正虎 使中共旧金山总领事馆受到惊吓 因此就让唐娟离开 唐娟不离开 看上去双方发生了一些争执 因为中共把他的女儿扣押下来 直接送回中国 构成母女分离 送他离开前 挟似敌礼 然后中共就以治病为名 领事馆把他强行用车送出 送到一个意料点 然后在就医之后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唐娟被拒绝取保候选 因为他有逃跑之余 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一个人叫C先生 说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移民到美国 现在已经规划为美国公民 说他愿意出资50万美元 还有一个说法 加房产的话是75万美元来保释 来担保唐娟不会逃跑 法院对这名C先生除面担保 并以全部的身家 房产来担保 让法院感到很惊讶 法院惊讶的是两点 第一 说这个C先生跟唐娟根本不认识 虽然他是一个律师 他也不是办这件案的律师 而且跟唐娟从来没打交道 也没有律师方面的来往 为什么突然就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帮助唐娟 第二个吃惊的就是美国法院认为这是C先生的全部家长 75万美元或者50万美元 一旦被告逃跑的话 那就相当于C先生全部的家产 倾家荡产 但是C先生却表示说他是因为要帮助人 所以在美国学到了资助他人 所以他要帮助唐娟 事实上 美国的法院恐怕应该不至于那么天真 因为这个C先生显然不单纯 尽管是已经规划为美国公民 但不能排除他是中共的人和中共的间谍 或者是中共的某种代表人物 他并不在乎自己倾家荡产 因为不存在 因为这笔钱肯定难至于中共 是50万美元也好 75万美元也好 表面上他倾家荡产 但是中共迅速会给他另一笔钱 给他安家 所以这个人和这笔钱出面了 完全是中共在背后操作 那么一旦让唐娟逃跑 中共是得得多 失得少 以50万美元 75万美元换回一个重要的间谍 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那么这个旧金山法院还没有做出决定 他叫C先生在慎重考虑 实际上就在7月21日 美国国务院通知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时候 还有一个密闻 没有被媒体做报道 这个密闻就是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蒂威 在通知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要求他们关闭和72小时撤离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项通知 要求中共撤走他们在美国的所有军事研究人员 那么中共对此密而不宣 因为美国很清楚 休斯顿总领事馆 旧金山总领事馆 甚至其他总领事馆 都是中共的间谍中心 甚至军事签名的中心 像旧金山这个总领事馆就接近美国的硅谷科研中心 那里有很多的创新项目 研发项目 旧金山总领馆就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 在里面进行布局 要求中国来访的这些科学家不仅隐瞒军方的身份 而起来进行大势的窃密 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机密 美国之所以在通知中共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的同时 要求中共撤走他们的军事研究人员 这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客气的做法 先礼后兵 因为美国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5月份 美国要求对限制中共的跟军事背景 跟军方相关的访问学者 访问学生的时候 就提到有几千人必须离开美国 当时就发现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出一个通知 向各地的这些中共有军事背景的这些学生或者研究人员 叫他们集中到华盛顿 乘一个航班一起离开 美国就觉得外交官和外交机构 大使馆 领事馆介入 跟一些研究人员的撤离就感觉到非议所思 而中共大使馆不仅是跟这些人接触 叫他们成统一的一架飞机撤离 而且还具体的交代 叫他们把电脑上的电子设备上有关的一些文件消除 或者是进行电子重置 说因为他们在过机场入关的时候 有可能受到检查 带来麻烦 所以这是中共大使馆给这些军事研究人员发出的具体指示 这都引起了美国高度的警觉 说这完全是一个中共 政府 党 国家背景的这么一个活动 所以美国非常客气的在关闭休斯顿总领馆的时候 要求中共撤走他所有的军事研究人员 就包括公开的或不公开的 如果没有撤离 那美国就采取行动 一一逮捕 实际上 如果说美国要采取逮捕行动 把那几千人直接逮捕都可以 应该说很少有冤枉的 基本上各个都是间谍 现在显然有一些中共的间谍还埋伏在这里 这就是美国最近采取措施 一个接一个逮捕 逮捕中共间谍的原因 相信还有更多的中共间谍 不管是涉及军方的 还是仅仅涉及科学领域 工程领域的这些间谍都会一一的落网 也是在昨天 8月28日星期五 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一批名单 把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有直接或间接业务的11家中国公司 列为共产中国的军事公司 这是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第二批名单 在6月份就把20家中国公司列了这样的名单 列入这样的名单并不是马上制裁 而是为制裁准备了基础 因为美国政府 美国总统可以通过行政令 对这些公司必要的时候实施制裁和限制 6月份被美国国防部点名列入共产中国军事公司的这些名单 20家企业就包括华为公司 海康威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还有中国航空工业公司 中国铁道建设公司 中国重工船舶公司 以及熊猫电子集团等等 可以说海陆空都设计了 这次列的11家中国公司又包括中国的化工公司 中国交通公司 中国建设公司 三峡建设工程公司 还有其他一些电子和通讯的公司 也都是涉及到海陆空各方面 这样就让美国国防部所列的共产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达到三十三家 尽管在军事企业这个方面 美国政府还没有启动制裁 但是大家对这里面的名单很多公司都很熟 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已经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比如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 或者在针对南海这些天海造导和军事化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人权迫害中 都受到了制裁 甚至多次的制裁 像什么华为 海空 威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措施就是对中国企业 尤其是中国国营企业 表面上是民营企业 甚至号称员工所有 但背后都是中共当局 是中共这个党 甚至是中共的军方直接拥有的公司 美国越来越多的制裁中国企业 中国公司 尤其是中共党有或者国有这些公司 看来是美国川普政府所发展的一个新战略 那就是针对中共的企业下手 那么把过去几十年中共盗窃美国的 现在要讨回来 就是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中共盗窃了美国数十年 现在美国通过挨咯咯的制裁中共公司 把这些公司逼到死路 逼到撅路 其中有几重目标 一重 最低目标就是这些公司被列入名单之后 或者列入制裁名单之后 它再盗窃不成 窃取不成 那么这一条盗窃之路先给它断了 第二个就是把它逼回到中国国内 搞你的内循环 搞你的闭关锁国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制裁 还有二级制裁 如果一旦这些中国企业受到制裁 那就意味着相应的启动二级制裁 就是国际银行 其他银行都不能跟这些企业有业务来往 或是金融来往 一旦有业务来往的话 那这些银行也会受到二级制裁 而被赶出以美元为核算的国际金融体系 SWIFT 也就是让他们上市国际的业务 国际的兑换 或者国际金融交易的业务 所以这些公司在失去国际支撑之后 只好回到中国去 那么再进一步的目标就可能达到把这些企业干死 哭死 饿死 因为你没有业务了 你没有国际业务了 你就不可能再为所欲为了 因为中共这些国营企业 少说 直接就是公布的他们叫中央级的大型国营企业 那么在中国那边至少有200家左右 而且没有公布民智的 打着民营企业的 恐怕还有数百家 零零种种的加起来 中共这些国营企业 党有企业 恐怕有上千家之多 而且他们的业务分布全世界 动不动就宣称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他们的业务 比如说中共什么交通公司 中共建筑总公司 中共什么铁道建筑公司 又是中共什么电子集团 什么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又是什么华为海康威视等 在全世界都分布他们的业务 那么他们在全世界的分布和业务极可能被斩断手脚 然后失去了全世界这些业务之后 他的结果就是干死 哭死 饿死 在互联网上 我们看到中国人 国内外的中国人都比较性急 希望美国早点动手 发动战争 把中共打掉 就是说怎么还不打 怎么还不开战 非常着急 但是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 但是古代兵法都说 兵者凶也 兵凶战为 说应该是攻心至上 攻城至下 就是说动兵动刀 攻城是下策 而攻心是上策 还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上之策 其实美国制裁中共这些公司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 先把你围困 先把你的财政 先把你的经济命脉给断掉 然后再说真正的热战或者是战争 比如说前几天 中共向南海地区发射四枚导弹 在西沙群岛和海南岛之间发射导弹 号称中程导弹向美国示威 震惑这位国家 美国当天立即启动的是对24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这24家公司都涉及了在南海 填海造导 或者参加军事化 参加电子通讯这些设备的铺设 这些公司被制裁之后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够再做国际业务 这些不能再跟美国做交易 而且他们的公司的相关的人员 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都受到制裁 他们不能够获得签证进入美国 而且他们在美国如果有资产会受到冻结 他们的家属子女在美国就业流血移民都要被驱逐 同样道理 美国先后在新疆在香港问题上 在南海采取的措施 都是大批的中国公司受到这一类的制裁 就像新疆 前后20多家中共的这些公司受到制裁 制裁的结果都是这样 而且我说过 在之后还有二级制裁 跟银行相关的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的另一种兵法 另一种战争 隐蔽的战争 不动刀枪 不流血的战争 或者说没有硝烟的战争 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 因为美国这么做 当然它是一种自为反击战 对中共数十年盗窃美国的这些产权和军事科技机密 还有对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 大规模的设立集中营 关押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另外 中共在香港砸烂一国两制 背弃国际社会 推恶法 港版国安法 以及中共在南海搞军事化 威胁周边国家 和威胁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又稳定 美国或者说川普政府这一套兵法 这一套战法不亚于战争 虽然不是直接的战争 它至少可以起到两种宏观的作用 或者说外界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直观地说 它就是对中共这些企业的直接打击 让他们丧失业务 丧失交易 斩断他们跟国际之间的联系 把他们逼向困境和绝境 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可以造成一种中共内部的瓦解作用 因为这些中国企业 中国国营企业 他们被制裁之后 他们里面的负责人 官员 党员 其中的工程师 员工 他们的家属 子女都连带受到制裁 使他们试图把财产 家属 子女安顿在西方国家都会严重的受挫 这样的话在国营企业内部会产生一种怨气冲天 这种怨气冲天就会冲着习近平而去 冲着习当局而去 那他就怪愿习当局走得太极端 在新疆建集中营 重复纳粹德国的手法招来的制裁 以在香港一国两制 砸烂香港的做法招来的制裁 还会在南海急剧的扩张 搞人造倒 然后招来全世界的恨 竖一个把子 给全世界的围堵和攻打 这些都连带涉及到中共很多的官员党员和家属子女 所以说内部必然产生怨恨 另一个层面来说 也是美国在加剧中共党内军内企业内的分化 让这种不满 抱怨 反感和抵御冲着习近平而去 针对习近平而去 因为这样的一种怨气和愤恨 足以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和他的统治根基 而且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 党友企业实际上也是中共政权的经济命脉 他们赖以为生的依靠着经济命脉 之所以习近平 王沪尼等人走极左路线 号称国进民退 就是扼杀民间企业 扼杀中小企业 认为他们贡献的差不多了 现在是应该退场的时候了 转而来扶持国营企业 就是党友企业 是因为中共认为国营企业 党友企业直接受党的控制 受习近平的控制 因此经济上靠得住 经济上是他们的靠山 不要把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国民间 也不要掌握在甚至国际化的中国民间 这是习近平和中共不放心的 所以大家看到中共的国营企业 这些老总待遇很高 级别也很高 什么董事长 总经理 或者党委书记 他们的级别动不动就是副部级 像中国建设总公司 什么化工总公司 铁道总公司 这些官员都是副部级的官员 中央级官员教 甚至有的人还是部级官员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他们跟中共政权的紧密的连接程度 所以现在川普政府直接针对中共的企业下手 尤其中共的国营企业 党友企业 或者打着民营企业招牌的中共这些军工企业 就是直接在打击中共的经济命脉 这就是古代兵法上所说的 功心至上 功成之下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上之策 最近几天 中朝关系出现微妙发展 也就是中共跟北朝鲜的关系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的迹象 那就是大瘟疫在最初爆发的时候 北朝鲜方面就对北朝鲜的安全部队和警方和当地的居民发出告示 说任何人不得接触中朝边境 而中朝边境全线封锁 说任何人接触中朝边境就开枪格杀 无论 也就是针对中国人 如果要去北朝鲜的话 或者是接近边境的话 当时中共就在边境发了大量的告示 告诫居民千万不要接近中朝边境 也就是配合朝鲜的说法和宣传 但是没想到就在这几天 前几天 8月26日突然北朝鲜方面发布了更紧急的通告 更严厉的措施 突然在靠近中朝边境一带全线通知 说任何人接近中朝边境一公里内就立即开枪 射杀 当场击毙 而且马上给安全部队发放了大量的实弹 而且北朝鲜方面非常紧张 安全部队召集各地的居民靠近中朝边境 而大声的向他们宣读这些告示 非常的严厉 而且在这一严厉的告示中 还有一句非常明显的话 说到目前为止 北朝鲜境内没有出现一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 但是敌人正试图通过边境向我们国家发放病毒 因此要提高警惕 反对敌人 这个敌人指的是中共 因为他讲的就是明确的是中朝边境 而不是指韩朝边境 也不是指北朝鲜跟俄国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部分 指的就是中朝边境权限 而且安全部队立即开发实弹武装 直接把中共叫做敌人 这个变化是非常戏剧性的 这个变化的意思就是 当然北朝鲜是撒谎 说他境内没有确诊病例 没有死亡人数 没有向国际社会通报 没有任何国家 社会会相信 因为他跟中国本来联系那么紧密 在大瘟疫爆发的时候 那么多的游客 那么多的经贸来往 只是爆发之后 北朝鲜是第一个宣布关闭中朝边境的国家 比所有的国家都来得着 比美国 比世界卫生组织 比其他国家动作都快都早 北朝鲜有病例 而且有一个消息报道说 动不动就5000病例 实际上很严重 那北朝鲜为什么突然在8月26日直接把中共称为敌人 并且对中朝边境大加武装 大加封锁 再联想到前几天 北朝鲜拦截了中共的十艘渔船 并立即开火 将一艘渔船上的三名中国渔民当场打死 然后这些渔船狼狈撤离 中共方面也没有资深 亚洲消息不报道 而在6月份也据传 在边境一带 北朝鲜也是射杀中共的渔船和渔民 而有一名渔民被射杀 打死 这些消息中共不报道 国际社会 国际的媒体都有不同渠道的报道 现在相当于朝鲜加强了这个措施 紧急状态 格杀无论 现在跟一个背景有关 那就是金曾个人的命运 个人的病情 因为金曾在4月份传出他消失之后就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他病倒 一种说法他又恢复了 一种说法他又亮相了 他病倒说他本来有心血管病 有心脏病 还有脚部 脚环 有一些重病或者病疾 走路不变等等 还有说甚至有传言说 中国有派医生专料组去给他进行救治 但是这些中朝双方的否定 说没有中共的医疗组进入朝鲜 说是为了新型冠状病毒等等 但事实上这里面暴露了一个秘密 就是极可能的秘密 在4月份我提到 有一种可能不能排除 就是金曾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但是突然又感染了瘟疫 就是中共这个瘟疫 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他感染了之后 可能就会立即倒下 因为一般这个病就是针对垂死的老人 或者是有重病的人 比如说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其他重大的基础病 就有可能这个人躺倒 一般中青年人 健康的中青年人 或者是儿童都没事 但是这种有重病的人就可能有事 所以金曾最近有报道说是不仅病重 而且陷入了昏迷 所以他把权力已经大部分党政大权 交给了他的妹妹金宇正 当然他的金宇正最近也报道说一个月没有露面 所以做朝鲜的二号人物并不简单 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所以也有一些报道现在在担忧金宇正目前的状况如何 因为最近一个月他本人也没有露面 尽管各方的报道都证实 这个金宇正已经接管了党政大权 但是金家还有其他人 还有金正的二哥 金正哲 还有金正的俗父金平一 据说军方对他有好感 说金家内部 这个世袭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 外界也不得而知 但是韩国的报纸和情报单位能够正视一点 就是金正病重 躺倒 而且陷入昏迷 这是韩国方面比较确实的消息 因为韩国方面在四月份 五月份都相当谨慎 当时说金正病倒 或者是病亡 他们都出面否认 说韩国的情报机关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或者证实 但是现在韩国的情报机关和韩国的媒体来报道金正病重 并且陷入昏迷 就应该是相当的有可信度 而且在一两个月前 平壤还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 就是平壤的中心广场平常用于大型的庆祝活动 或者是阅兵 或者是重大仪式 突然封闭 维修 有的地方遮起来 上一回遮起来是因为原来有个雕像是金日成 后来遮起来进行工程之后 打开一看 又增加了一个雕像是金正日 就是去世的金正日 两个月前又开始封闭 进行一些改建 建造 并且停止活动 就让外界怀疑是不是要准备安放第三尊雕像 就是金正恩 一旦金正恩去世 那么他的雕像就会出现在这个广场 回头来看 这次朝鲜当局一呼寻常的发布了这种格杀无论的命令和告示 说不问任何理由 立即开枪击毙对方 而且把对方称为敌国 那就可能是并重并危的金正恩 现在气愤不够 发出了一个报复令 怨恨中共 因为在发出这个通告通事的时候 北朝鲜方面又发布了相关的一些文件 说北朝鲜的罚电站 还有医院 还有其他一些灾后重建 所谓灾后重建 指的是8月份他也发生了洪灾 中国发生了大半截的洪灾 北朝鲜也发生了洪灾 说大家要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 说这些工作都要加紧进行 并且强调八个字 自力更生 自力富强 说不依靠任何外国境外势力 北朝鲜官方的这些说法和用词都反映了北朝鲜当局 跟中共之间的梳理 脱离 或者说脱钩 至于北朝鲜提到敌国试图通过边境向朝鲜投放病毒 说这种企图要被挫败 实际上跟国际上的指控也可以说是吻合 因为国际上188个国家受害 现在有40多个国家提出了追债索赔向中共 国际上公认的就是中共蓄意制造并且隐瞒 传播大瘟疫 就像美国政府所指控的那样 中共在武汉封城的时候 限制武汉的航班飞往中国各地 却不限制武汉的航班飞往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 限制武汉居民不得前往中国各地 却允许武汉的公民离境前往欧洲 美国和世界各地 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共蓄意破坏 损害其他国家的成分 北朝鲜现在实际上也用另一种语言加入了这种指控 就是中共对北朝鲜也是蓄意的 包括制造 隐瞒和传播 总之 突然和重新把中共定义为敌国 极可能是病重和病危的竞争所发的一道疑命 愤怒的 报复性的疑命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也就是在8月26日当天 中共向南海发射了四枚中程导弹 来恐吓美国 台湾和周边国家 此举可以看成是中共向北朝鲜抄作业 习近平向金正恩抄作业 因为金正恩和北朝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一旦跟美国有事 或者是对美国不满 然后不仅是拿韩国来出气 而且是在周边就开始放导弹 如果说在奥巴马和小布什时代 他可以搞核四报 放远程或者中程导弹 在川普时代 知道川普很强硬 一方面跟他会见 一方面也制裁毫不放松 那么至少可以放短程导弹来示威 来发泄 所以这本来是北朝鲜的专利 北朝鲜的通常做法 金正恩的通常做法 没想到这个作业也被习近平抄了 习近平不仅在个人崇拜 在党国体制 在所谓红二代士气方面在抄金正恩的作业 在媒体上大吹大雷的方式也是抄金正恩的作业 居然现在放导弹 恐吓邻国和美国也抄了北朝鲜的作业 是不是因为抄作业这件事情让金正恩不满 因为非常蹊跷或者是巧合的事都发生在8月26日 就是8月26日中共向南海发了四枚导弹来抄 宗审观上抄北朝鲜的作业 另外8月26日就是北朝鲜发出了严厉的对待中共的这些指令 告示和通告中朝边境 任何人接近朝鲜边境一公里就立即开枪 格杀无论 不问理由 我们可以半认真 半幽默的把这件事情理解成是 当习近平再一次偷操金正恩的作业之后引起了金正恩的脑怒 立即下令把中共定義為敵國 把習近平定義為他的敵人 好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